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主日学的时间 今天我们继续讲信徒的圣洁生活是第二讲来的 由《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十节 首先我们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讲的 我们蒙了很大的恩 我们要活出从救恩相称的生活 首先我们要一个圣洁的生活 当中也提到约束我们的心 亦是谨慎自守 亦是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临 当中也提到脱去以前一切愚微的行为 经慰神的生活我们过一过 今天我们会继续的就是第二讲 或者讲到一些更加的细致性的 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如何在当中我们约束我们的心 如何当中有一个经慰神和我们的救恩相称的生活 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经文 首先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祈祷 祈祢送我多谢你 多谢你心恩给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的敬拜 一起的领受你的圣餐 我们纪念你 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 求主你也是在当中 我们也是偷过你的话语 你加我们的力量 你也是给我们能够监察自己的心 在当中我们愿意的来给你改变 我们也是多谢你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 就是我们的生命 特别的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 让我们有一个受救的舌头 受救的意诺 受救的心 听我们的祷告感恩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命 下门 彼得前述一章一到十节 请听我读出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怎样一个圣结的生活 我们怎样来到敬畏神 怎样在当中我们都是 弱触我们的心 彼得就继续这样说 在移障 所以 上面是理论 现在我们就去到生活的实际层面 所以你们 既随其一切的恶毒 阴读 鬼诈并假善 窒到 我一切诽谱 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乃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灵乃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 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主乃活舌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损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像活舌 被建众成灵宫作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预立的灵祭 因为经上说 看那我把所拣损的所宝贵的房角石 安放在石安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羞愧 第七字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 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 有话说 象人所弃的石头 已作了房角的头 快石头 又说作了半脚的石头 跌人的盆石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叛蝶 获作他们叛蝶都因不顺从真理 他们这样叛蝶也是月定的 唯有你们是被拣损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角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言衰 现在却蒙了言衰 亲我的弟兄呀 你们是客女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戒 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 增占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 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译谤你们是作恶的 恩见你们的好行为 现在监察的日子 归荣耀与实 好 我们继续的 我们讲今天我们的 一个圣洁的生活 就是 去到一些比较实际的层面 就是从宵极 就没有做一些东西 就主动去做一些东西 就是积极的 首先我们看看 萧极方面 因为我们已经是蒙爱的子民 我们有什么要除去 或者我们以前做 我们现在 在 肢体的生活 在信徒的生活 是不应该再做的呢 这是 一些未得救时的行为 得救了之后 不是全部都没有了 它还要一个过程 它还要在当中 我们透过神的话语 来冒造我们 有时 多不久 它会走出来的 除去一切 我们很多时候 这些 我们都有 但是程度可能不同 本质是一样的 或多或少的 不是说有些人 有齐 有些人完全没有 不是这样的 是 恶毒 诡诈 这些是 我们 未得救时的行为 假善 假善就是 假冒为善 就是 表现得比自己更好的 更加熟灵的 窒道 好 不得别人给自己好 这些 一切毁谤的话 特别是 如果我们有恶毒 有诡诈 有偽善 有窒道 这些可能是 看不到的 这些是 有一个动机 或者一些 内面的 发酵的 一些罪 但是一切毁谤的话 就出来了 出口的 在当中也是 表现了出来 如果我们看这个 珍言看到 神所行护的六样 另外 多一样就是 神行护是什么呢 是在 在帝兴中散播纷争的人 大家回去查一下 在帝兴中散播纷争的人 这些就是一些毁谤的话 这个可能是帝兴来的 不然他为什么在帝兴中散播纷争 如果他不是帝兴 是神所行 我们要小心 这个是 把我们 以前一些坏的习惯 一些熟悉的 我们觉得以前做得很舒服的 很自然的 想都不用想 自然出来的 但是当我们 得够蒙恩之后 我们不应该再做一些事 这个是一个消极的方面 所谓消极的方面就是 不要做 但做应的积极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 就像初生的婴孩 爱慕灵乃 这个灵乃 是 神的话语 有些人 很多人 不少人 信了之后 我们是 很爱慕神的话语 在当中是 特别的 是愿意积极读神的话语 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就懒散了 为什么呢 这是提醒我们 新生的婴儿是什么呢 就是 会认识很多东西 虽然他吃饱了睡 睡饱了吃 但是他吃东西很重要 一肚饿他就哭 因为他得不到那种饱足 这个很重要 如果是 有些新生的婴儿 不渴买 不吃东西 胃口不好 那父母就很紧张 通常有些说 为什么他 没有胃口 为什么不吃东西 怎么带 怎么有抵抗力 这个很重要 可能被病了 如果我们不渴望神的话语 信徒 可能是灵性上有问题 病了 这个是 遮探了一些罪恶 在罪中之乐 我们有些罪无随 在神面前 没有彻底的对付罪 这些叫做患病 或者是所吃的奶不是纯正的零奶 即是有些 吃了一些 不干净的 也会病 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的教义 我们看圣经是最重要的 看圣经 帮助我们 我们要分辨 这个纯正的信仰 所以要上主要学 这就是一些 纯正的真度 或者是纯正的教训 有些是非纯正的 这个 吃了会 反而会有病的 我们有这个 分辨能力 英文有句话 You are what you eat 即是你吃什么 你就是变成一个什么的人 其实差不多 我们都是 我们平常 我们看什么 我们成为一个什么的人 那么 You are what you read What you learn 这个是 作为一个信徒 我们读什么 读八卦雜誌 看很多电视 看很多手机 还是看很多 圣经呢 这样其实是慢慢造就了 我们的生命成长 其实是 很多时候看我们 平常我们是 读什么书 这个很重要 刚才 正道那里 我推荐一套 图书博士的 其实很好的 虽然过了去 超过 60年 60年前写的 我20年前买的 但是对当今我们都是 信徒很有帮助 所以教会也有 淑玲的书籍 回来大家可以借 这个期间 很好的 其实是 You are what you read 你读什么呢 What you watch 你看什么呢 这个看很多 这个是新闻电视 还是看神的话语 这个很重要 神话语的重要性 其实是 神对于 信徒对于神话语的态度 这些说到是 可恶不可恶 所以鼓励大家 其实是 我们的读经群组 每日与主同行 花两年的时间 两年很快过 其实是 一生中 起码读一次 圣经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希伯来书 不在旧药找 大件事 希伯来人 不是 新药 起码看一次 有些信徒很好 其实是 勤力读神的话语 一年看一次 我们都 两年看一次 希望大家 加油 努力 很多英鲜 吃不到奶的表现 或者没有去吃奶 吃不到 是没有去吃的时候 那有什么表现呢 变成了大英鲜 长不大 长不大 就是 生命的深度 以及对 真理的理解 有时行不出我们的信仰 信了耶稣十年二十年 都仍然是老的样子 没有这个 见证 在当中 这个很难 这个 因为大英鲜 长不大 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样形容 你现在宿命的光景 其实是怎样形容 我们宿命的光景 其实 很简单一个行量的尺就是 你对神的怀疑的态度是什么 你用什么态度 去对对神的怀疑 可能你很爱主 可能有很多事丰 可能你奉献很多 这些都是好的 其实是 你很热心 你很爱人 但问题就是 你的生命的深度 你对神的怀疑 还有你面对一些困难 你站不站立得稳 我认为神的怀疑 跟我们对神的怀疑的态度 是很有关系 让我们有很多反省 你有没有爱慕神的怀疑的经历 你有没有爱不 中国人叫爱不释手 你神的怀疑 那个爱不释手就是 看到不容易放下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没有在当中 神藉着祂的话语来 向你讲说话 你在当中 你有很多的光照 你明白很多的真理 这个很重要 爱慕 奶对婴有两大功效 第一 长大 我们生命要成长 我们生命要成长 我们要吃干粮 大婴孩就是 一直 喝奶 吃不到干粮 这是保罗说的 他说 顺著一年两年三年好的 其实还是吃奶的婴孩 但是十年二十年 一人二十岁他仍然是 不能够吃饭 只是喝奶 这是很大的事 因为这个不得长大 这个是保罗说的 我仍然当你是婴孩 不能吃干粮 什么是不能吃干粮呢 就是当保罗讲 圣经讲深一点 就已经不明白了 只能够是 讲些很浅的 这个是没有长大 还有 有强壮的健康 宿灵的健康 长大和健康 很重要 这个是 就好像 果树在在溪水旁 这个是吸收很多的养分 使他能够 可以 这个很好 因为这个健康 有时候果树不健康 人不健康 果树不健康是什么 没有果子结 这个是 很多时候是枯干 很多时候 因为溪水是什么 就是当你吸收水的时候 把养分 都带上去 所以是很重要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 营养养分 因此漸掌 他说 因此漸掌 熟灵的声明不是一下子成长 好像人 大那样 是慢慢慢慢的 慢没重要 最重要是掌 这个是 漸掌 是慢慢的掌 我们每日读一些 所以每日与主同行 就不是 这个是 三日打鱼两日晒网 有时就很多有时很久不读 这个是归在坚持 这个是很重要 人的追求 要爱慕神的话语 当我们爱慕神的话语的时候 重要 另一点就是两点 神 圣灵的在我们心里面 用神的工作 加以问 其实神的工作 他有两条腿走路 在信徒的生命当中 现在神怎么工作呢 不是说行很多很多神迹 轰轰烈烈的事 他就有两样东西 在信徒的生命中做事 第一是圣灵 直着圣灵 感动 第二是直着他的怀疑 就有两条腿走路 一样都不行 就是神的圣灵 单有圣灵 没有神的话语 又不行 有神的话语 没有圣灵 又不行 没有光照 这个是说到人的追求 圣灵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 人的追求就是什么 就是在爱慕灵乃 我们在神的话语里下功夫 以致得救 这个说得很奇怪 什么叫以致得救 其实他有 基本上是两个意思 以致可以在救恩里面 取得很多的恩典福气 这个就是 以致得救 就是救恩完全的实现 就像主耶稣在来的时候 我们身体改变 我们救恩是完全的实现 现在我们的救恩还未是完全实现 我们是得救 不是因为做了这些 很多神的话语 我们是成长 不是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得救 这个是 for sure 但是是否 完全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实现 未是 所以他在说这一样 以至完全的得救 你们约上主恩的滋味 就是 必如此 这个主恩的滋味 就是 我们罪的重担 在信耶稣那时 那一刻 枷锁 好像脱落 我们那种的 无罪一身轻 并且在当中 我们看到神的那种的恩典 就是他为我们的罪 过来受苦 来钉十架 他对我们的爱 这个是 世界给不到我们的 这个是主恩的滋味 这个是 没有试过 信耶稣的人 是尝不了的 因为我们尝过的主恩的滋味 所以 我们的爱 是因为 因为神仙爱我们 那这个爱是什么 我们的爱 是因为神仙爱我们 这个爱是什么 我们爱神 是因为神仙爱我们 这个神仙爱我们 我们就是 主恩的滋味 当然主恩的滋味 包括了神的爱 就必如此 就对这个爱有回应 其中一个就是 爱慕 灵乃 爱慕神的滋味 他的意思是这样 这个当然是引致这个诗篇的 这个是三十四篇 说到 诗阳国主恩的滋味 也都说到 在当中 神是怎样拯救我们 主恩的滋味 大家说了 神的话 也是主恩 神的话语 比蜜更加的甘铁 我们有试过 读神的话语 给我们有力量 读神的话语 给我们走出那种的抑郁 读神的话语 我们都是 加我们的力量 本来我们很负面 本来我们很低沉 本来我们没有盼望 因为神的话语 一下子 就将我们 整个的观感 调转过来 因为我们信了神的话语 我们悔改 我们信了耶稣 那一下 也是 主恩的滋味 这个很重要 我们读经的时候 有这种一手的经历 神的话语给我们有什么 熟灵的祝福 当然有很多的祝福 当然是 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应许 在当中给我们的力量 主耶稣说 我的话语就是生命 就是灵 就是生命 话语就是神的话语 是有生命 但是给我们生命 不是死气沉沉 是生命 活潑的盼望 第一课讲到 给我们有活潑的盼望 如果不是我们就没有盼望 这种药 这个药 就是假设的语气 其实它肯定 已经有过这种 李门药尝过 这个作者 比特本身就是上过主恩的滋味 当然是三次不应主 主仍然的去接纳他 这是其中一个主恩的滋味 就是给主接纳 给主去爱 给主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这是主恩的滋味 就是你们是灵宫 就是灵宫 他们是一群的信徒 一群神的子民 就是灵宫 这个灵宫当然是宫殿 宫殿是皇居住 宫殿是当中有敬拜的 宫殿是表示顺服 宫殿是谁做主呢 当然是主耶稣基督 在当中来做主 他讲到建造 这个很特别 是讲到滋石的建造 主耶稣是滋石 是房角石 我们来到他面前 亦都是滋石 像他那样的滋石 那滋石是代表什么 是有生命的 滋石对于两种人的关系 第一个滋石 就是主耶稣 对信和不信 对滋石有两种 不同的反应 讲到灵宫的特殊 地位和使命 我们再看看灵宫的建造和功用 主乃滋石 这是第一 被人所弃 被神所兼孙所宝贵 你们来到主祇民 亦都好像滋石 被建造成灵宫 重点是建造和滋石 作圣结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与滋石 就是一个 活摄 代表有生命 已经讲了 被 孤然被 人所弃 这个人是指哪个呢 当然是指未信的人 拒绝主耶稣的人 当时 现在仍然有很多 神所拣选的 我们知道 从上一课讲到的 神所创世之前 已经知道主耶稣 他的意思是 已经知道主耶稣的使命 也是神所拣选 救赎的恩典 神所宝贵 觉得很 也就像 救赎的恩典 这个是 活摄 说明 主耶稣怎样成为活摄 信徒又怎样成为活摄 这个灵宫 是靠这些活摄 建造起来的 他说到 好像教会那样 教会就是 主耶稣当然是防角石 他建造很紧要 建造用当时 做 建屋的例子 当时建屋不是 不像 我们现在那些砖全部是standard 即是 走回主耶稣的年代 因为他是用石头来建的 不是用砖来建的 砖就是一个武级出来 全部都是 每一架砖 来到都是一样 那么大 一样放进去 一样 排得正整齐齐地建的 建屋 那时候不是的 那时候 如果你用 300构石头建的屋 这300构石头 是没有一构相同的 最稳固 最大 最受力的那块 就叫做防角石 就是在两面墙的下面 承受那些墙 两面墙 其他那些是什么 其他那些 每一构石头都是不同形状的 因为 因为是用石头 做的 又不是砖头 那代表信徒是什么 代表信徒就是 好像教会那样 我们是建立教会 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位置 因为 你放了一架石头 放另一架 是很建造的时候 是很讲究的 你不是后面有10构 排在那里 好像砖头那样 你慢慢放下去 放下去 不是的 是放一架石头 你要因应这架石头 就是去选一架石头 第三架 又是选一架 第四架 又是选一架 选一架石头 选一架石头 你发现那架石头是很平的 如果不选一架石头 就逢合不了 用这个比喻来说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信徒在教会的建造 我们都有不同的位置 我们是不相同的 但是不等于 建造这个灵工 不等于建造教会 是不行 不会的 我们是很适合的 我们是神简选 为什么要选一架 是因为 那架石头最好的位置就是 建屋的那个 选择你来放在那里 在第几层是那个时候 你就最适合的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都是这样 我们有不同的 服事的崗位 我们有不同的服事的 这个是 恩赐 大家都不同 但是我们可以建造 我们是当中 我们彼此的 来配搭 彼此的顺服 那就很好 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建造的图画 灵工 他说 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信望外的生命 信望外的生命就是 我们在建造的时候 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 不一定是很大 不一定是最大那一块 不一定是最好看那一块 但是 每一块 在这个灵工的建造 在这个功用上 都不可或缺 这个很好 这个是讲到建造 等于教会的建造 当然灵工有几个属灵的意义 圣灵所所住的 我们要建造出来的 被建造 已经说了 是用活摄去建造 表示这些单法的时候 都有自己应当的崗位 我们不要去羡慕 不要去妒忌 不要去看旁边的 在这里 就一定是你的位置 是最独特 是最不可或缺的 灵工 是注重教会的建证 不是个人的建证 我们一起 建证 当你去到建筑物的时候 你看到建筑物的 稳固 你去到建筑物的那种和谐 每一块石头 虽然形状不同 但是它踏出来的那幅墙 那个建筑物是很漂亮的 这是一个集体的建证 来到主的面前 成为灵工 灵工不是一个 礼拜堂 灵工是一个信徒 即是教会的建造 不是教堂的建造 意思就是 不是一个 人 是做圣译的祭司 祭司是侍奉神的 在当中 是一种职责 当然 在旧约的时代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祭司 是被神 特别去拣选 当然是拣选利美的 支派 不是每个人都 可以做祭司 但是我们新药 恩典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 做祭司 都是被神分别 为圣出来 归祂的 是处理什么 人 和神 之间的 问题 所以做祭司 我们是 在人和神之间 做什么呢 就是把人 的需要 带到神 把神的祝福 带到人 这个很重要 什么是祭司 你为人代祭司 什么是祭司 将神的福音 介绍给人 神的福音 就是神的祝福 神的福音 人得道 得到救恩 这个是何等大的祝福 这是祭司的职责 我平信徒 我给传道人做 或者教会领袖 执事 不是 你是信徒 你就有这种权利的职责 提醒我们 活石对于两种人关系 当然是说到信和不信 经常说汉 我把所简选 所宝贵的 这个神所宝贵的 房角石 安在石岸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自羞愧 房角石在当时 是很重要 就好像中国人 起屋的时候 那条子梁 上去的时候 又要打牢打鼓 烧炮掌 是很重要 但是 中东一大 房角石 是很重要 因为 它是 从那里 代表那间屋 是位置 的方向 的大小 甚至是 这样很重要 他在里面 信的人 就为宝贵 我以基督 认识基督为自宝 在那不信的人 有话说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作了房角 透肺的石头 再作了半脚的石头 跌人的盆石 他们既不信同 就是道理上跌倒 他们这样跌倒 也是如定的 你说了什么呢 耶稣基督在信的人很宝贵 在不信的人 是否他就 无功效无用呢 不是的 他仍然是很宝贵 不信 不代表 减低了基督那种的宝贵 他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人也要为他不信的 这个是 的后果负责 当然以赛亚书 28章16字 他说到 是有蛛石的 这个比喻 我们怎样看被丢弃的石头呢 被丢弃的基督呢 无损基督的本质 无损基督是客观的事实 不是因为人 你丢弃他 就将他的 这个是 宝贵的价值 而降低 不会 对于基督方面是没有亏损 但是对人那方面 很大的亏损 因为 你如果不信 他就不是房国 半人的石头 你就会跌倒 他跌倒这个字就是灭亡 跟灭亡是同一个字 你会因为 不信他 而灭亡 人方面的损失就很大了 不能逃避 不信的结果就是 灭亡 灵工的特殊地位和使命 就是教会的见证 这个是教会的信徒 有几点的 这个很紧要 他说到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被拣选的族类是很紧要的 神拣选我们 我们一定是有使命 不就是拣选我们 等上天堂 他一定有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 使命是有君尊的祭司 不单是祭司 现一般的祭司 他有君王尊贵的祭司 是处理人 和神 之间的事 已经说了 在人方面 来到代仇 在神方面 带来 将神的祝福 带给人 圣洁的角度 因为神是圣洁的 这个是 我们生活应该是圣洁的 是属臣的子民 子民差不多 好像现在叫公民 这个是 灵宫的特殊地位 四种特殊的恩典 被拣选是恩典 祭司是恩典 分别出来为 圣归 是奉神是一个恩典 圣洁是一个恩典 如果不圣洁 罪 不能够清除 这是 很悲惨的事 但是 圣洁 是属臣的子民 属臣的公民 我们以前不属臣的 现在属臣 就好像我们现在 我们以前不是美国公民 现在是美国公民 娶得美国公民 也有一定的程序 成为美国公民之后 你不单要投票件 他就得到这个什么 很多的保障 很多的福利 很多的保护 其实是 所以这次 这次疫情之后 美国总统叫全世界很多国家的 美国公民 快点回来美国 回来美国受他的保护 如果在外面的保护不了你 他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些是属美国的 美国公民 那些是属臣的 难道神不会保守我们吗 我们的角度不在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 所以我们在这里 寄居的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天国的公民 去提醒我们 刚才说的四种特殊 恩典 你是被拣选 你是祭司 你是圣剑 你是属神的子民 这四种很特殊的恩典 它是一个目的所在的 就是叫你什么 宣扬下赵里门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入其妙光明者 这个者字 当然是指神的美德 神让我们把我们放在什么环境 有不同的环境 但是现在的环境很相似 疫情当中我们都要居家 很多时候我们受限制 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事 好像我们都很烦重 我们有很多压力 很多的担心 神让我们放在一个环境 是不是要我们等待 这么简单 一定有它的目的 一定有它的 美意和安排 其实我们在任何的环境 我们担一个宿命的责任 我们有没有为人代仇 我们有没有 在疫情当中看到 生命有很多的脆弱 我们有没有 有解决的办法 我们终极的解决办法在神 神爱我们 这个世界是短暂的 这个世界人的生命 是脆弱的 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可以得到神 祝福和保守 这个是 我们对我们的环境 是负有宿命的责任 我们对我们 周围的家人 我们有宿命的责任 就是我们有责任去做见证 有责任去推广 我们是福音的大事 这个很重要 神的美德值我们 宣扬出来 人家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背后所信的神 看到我们流露出 属神生命的不一样 这个很重要 其实这个是 平时看不到 或者可能在 压力当中生命的 这个是 危难的当中 反而更加看到 这个是 彼得前书 他说的 彼得 彼得前书的时候 整个罗马帝国的 很多信徒受逼白 我们仍然有这个责任去宣传神的美德 就是出黑暗入其妙光明 这个是什么 上个主因的自美 我们以前都是在黑暗的当中 微信的人仍然在黑暗的当中 因为 因为 齐二恩典那首歌 前我核眼 禁得汗 这个世界是黑暗 因为我们 宿灵的眼睛 所以仍然是黑暗 你觉得盲人是黑暗 你问他 光明是什么 他不知道 他看不到 就是黑暗 代表最恶方面的行事 我们未信之前 世日 被圣经称为 黑暗自止 我们愚味 我们是黑暗的当中 接受了 信徒也都被称为 光明自止 我们行事为人像 光明自止 以佛所说 因为神就是光 在他里面 毫无黑暗 神就是光 这个光是一个奇妙的光 从前黑眼 金得汗见 看见神的救恩 那种恩典的浩大 想都没想过 被神简选 主恩的滋味 在这么美妙的 遵入神的光明当中 这个是 神是 黑暗 神的美德 就是他爱 世上 的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都独身子 刺激 他们叫一切相信的 不知灭亡 反德 永生 神既爱属世间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神是爱我们爱到底 神的美德 神的爱 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神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此显明 为罪人死 这个难度不是美德 神好像只是做很多 不值得的事 罪人 值得替他死吗 罪人是该死 这是神的美德 这是神的美德 好 我们看看今天的 圣诗 我对灵乃的态度如何 代表了我们 生命成长 的光景是怎样 我的属灵生命 和神的关系 我现在的光景是怎样 从我们对灵乃的态度 可以来到衡量出来 我没有尝到 主恩的 滋味的那种经历呢 主恩的经历就是 我没有那种罪淡 在信的时候 跌射落呢 我没有那种 合眼得见的经历呢 奇异恩典 你对奇异恩典 认识有多少呢 即是对主恩经历有多少 我对自己的身份 和地位的认识有多少呢 如果我们认识不足的时候 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 没有什么用 其实是 信得耶稣 只不过是 等上天堂 等上天堂都没有 错得了 如果你有得够的把握 也是感谢主 但是我们不能够 空手回天家 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 交仗 但是当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对我们自己的什么使命和责任 对形式禽国 这个是和话的 我今天是否全阳主的美德呢 带领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是否一直在义上 你上一次 和人们说 我何时相信耶稣 我如何信耶稣 我如何信耶稣 给我们一些反思 好,大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知识就到这里 求知帮助我们,求知给我们这些问题 我们来到当中,我们能够有反思的时间和机会 在当中,我们有很多种族,包括我自己在内 但都要求主联敏,这些大位是合神心意 为何?求主监察我们的心 主有很多时候,借着他的怀疑来监察我们的心 以至我们觉得不足,有时软弱有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得到祈祷,好吗? 因此,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你给我们何等大的福气 你给我们有四重的恩典,刚才说到的 我们被简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一个圣洁的角度,因为我们的罪得赦免 所以是圣洁的角度 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你必定的来保守我们,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多谢你,特别的透过今天的经文 你兼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无论面对什么环境的时候 我们仍然记得我们有宿灵的责任 我们多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坚深地倚靠你 和打烂美好的圣像,做你的见证 将你的美德向人传扬 帮助我们,使用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听我们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大兄姐妹 我们下星期主日学时间再见 愿神赐大家平安 保守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再见